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小咕咚认识是草莓 这个是南瓜 大的南瓜 这个是玉米 制造点博士 你好 小咕咚 我这里有一个好玩的东西 好玩的东西 这个要怎么玩 你怎么玩呢 你看 只要用手一捏 一捏就会发出声音了 让小咕咚试一试 好玩 咕噜咕噜 这点博士 这个是什么 这个叫做气泡膜 气泡膜 没错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在哪里可以见到气泡膜吗 哪里 气泡膜当中注满了空气 可以说是非常常见的包装材料 可以起到非常好的缓冲防震的作用 它有这么大的作用 让小咕咚再来玩一玩 要是灭完了 是不是就可以扔到垃圾桶了 小咕咚 不要着急 其实这个气泡膜还是有很多的用处的 还有用处 没错 好 这个气泡膜我们可以拿来做画 大家好 欢迎来到乔乔手手工屋 本栏目由智能陪伴快乐成长 置办儿童机器人 独家冠名播出 红果果 今天我们的好朋友知道点博士 还有小咕咚 给我们提了一个问题 能不能让咱们废物利用 把我们的废秀的物品利用起来做一个手工作品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作品是什么 一起来看 今天我们要做的是漂亮的四季书 这个作品其实很有创意有没有 真正做到了废物利用 没错 好 首先来认识一下 今天和我们一起做手工的小朋友和他的妈妈 大家好 我叫刘语师 今年四岁了 这是我的妈妈 大家好 我是刘语师妈妈 欢迎你们 欢迎你们 那今天叫我们做手工的呢 是我们的瑞瑞老师 大家好 我是瑞瑞老师 手工老师孙瑞来自中共中央组织部服务中心幼儿园 赶快让我们寻找一下今天还需要哪些其他的材料吧 我们需要准备的材料有卡纸 气泡膜 颜料 本栏目指定产品为陪伴三代人品质可放心的南山倍会奶粉 好 材料已经整好了 接下来我们就请瑞瑞老师教我们怎么做吧 首先我们需要拿出两张白色卡纸并放在一起 然后轻轻的对折 接着我们拿出剪刀沿着折痕剪开一半 好 小朋友们 这个步骤我们会用到剪刀 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注意安全 没错 一定要注意安全 知道 我们需要将两张白色卡纸正反交叉在一起 接下来我们需要用到记号笔 在白卡纸的中间画出树枝 树干 树干可以画粗一些 树枝可以画细一些 说到一年当中不同的季节 我想请问一下我们现场的小朋友 一年有几个季节呢 春天 夏天 秋天 冬天 那你最喜欢的季节是 下雪的冬天 为什么呀 为什么呀 因为下雪就是冬天 因为下雪就是冬天 因为下雪可以堆雪人打雪仗 小朋友很喜欢雪 对 每个人都有自己更加倾向于更喜欢的那个季节 其实一年四季都很好 都有他们各自的美 让我们一起来做吧 好 画好之后就是这样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先画春天的树 叶子小朋友 知道春天的树是什么颜色吗 粉红色 因为树上开花了 真棒 那么我们接下来需要用到气泡膜 我们先将气泡膜团成一团 然后蘸取粉色的颜料 画好之后我们让颜料晾干 接下来画夏天的树 夏天天气很热 大树可以帮助我们乘凉 所以夏天的树可以多画一些 秋天天气变冷了 树叶就变成了黄色 秋天叶子掉了很多 所以我们可以少蘸一些 最后我们画冬天 冬天树叶掉光了 会有雪落在树枝上 把树倒掉 面切入树 你可不可以脱下去 接下来我们用剪刀 剪出树的轮廓 剪好之后就是这个样子的 接下来我们拿出一个黑色的纸杯 用剪刀在它的顶部剪出四个小口 剪好之后就是这样的 接下来我们将已经剪好的树插在纸杯上 这样我的气泡膜四季树就完成了 你们的呢 我们的也做好了 一起来看一看 做了一个什么呢 等等 红果果 这是你刚才在 菜场买的 门头买的玉米吧 不是 不是你做的吧 这是我用气泡膜做的玉米 这个想法也太好了 对呀 我们的这种颗粒感 跟玉米的玉米粒真的是不谋而合 是不是很立体 太棒了 摆在家中还是一个装饰品 好 来看一看我的作品 不要害怕 是个什么 蛇 是一个蛇 这个也很有创意 对 也是巧妙地利用了这个 气泡膜的这种形状 好 来看看小朋友做的 做的很棒 好漂亮 这棵树都有什么颜色 蓝色 黄色 粉色和绿色 好的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 今天的作品你们喜欢吗 好 接下来 好 来看一看 好 来看一看 好 来看一看 我没学会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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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啦啦啦啦啦啦啦一起玩创意 手工老师李信来自重庆美丽陶地幼儿园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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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